华山基金会27号上午在碑南的槟榔老人文康中心举行的107年第三季义工训练活动 吸引了30位义工来参加 华山基金会也邀请到台东医院各管师到现场为义工们讲解及分享失智症照护课程 希望让义工在服务患有失智症长者时提高有效的沟通服务效果 为了让义工伙伴在服务长辈时能够更加的上手 华山基金会27日上午办理台东县天使网部107年第三季义工训练活动 专程邀请到台东医院的医师来到现场为义工们介绍失智症的相关症状以及应对方式 今天是我们第三季的义工联谊活动 那我们在这一场活动当中我们有安排一个所谓的失智课程 那失智课程对我们的义工跟站长 其实因为我们华山服务的对象有失智失能跟失医 那失智的部分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 这一方面的沟通技巧及认知 义工比较不熟悉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别安排这样的一个失智的课程 来为我们的义工做一下进修 那也期待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义工去服务我们的失智长辈的时候 才知道如何沟通 如何了解他们的世界 在活动的过程中也邀请了义工分享照顾失智诊长辈的难处以及心路历程 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毕竟我们都还年轻 那对于失智诊的部分的话我们登志上很少 那连又不知道老人家他以前 因为没有住在一起以前也没有住在一起毕竟是我朋友 所以也不知道他以前的一时习惯上过去 所以一开始刚嫁了太多的时候 其实作战感很大 然后也觉得第一次照顾我们的感觉很新的 因为毕竟他有原本他的思想人力 自主能力 那他现在目前就是已经完全到生活到后面没办法治理 越来越推荒 甚至有时候他会容易乱发脾气 然后就觉得说别人都在害他陷害他 或者是说你偷了我的东西 所以在沟通上很大很大的苦力 透过课程的介绍 让义工们可以更加了解失智诊的相关知识 未来在服务到失智的长辈时 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提高服务的能量 记者陈继琳 悲难相报导